CFY 懂你的CFY 懂你的CR5 學會設計水費潛水模式 下海潛水更安全 嗨各位朋友 CR5懂你 你懂CR5嗎 現在正值台灣的潛技 大家應該迫不及到要下海了吧 但是在潛水前 檢查裝備很重要 你檢查你的電腦表了沒 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談談 CR5的水費潛水功能 不論是新海人還是老海人 請務必收看這一集 讓你的潛水更加安全 在開始潛水前 請你按下CR5的模式鍵 選擇開始潛水 選擇水費潛水 會出現水上資訊頁面 按下上方向鍵 你就會進入到設定 首先先進入你的氣體設定 依照你的空氣瓶選擇氧濃度 記得如果是進行高氧潛水的朋友 務必進來這邊調整你的氧濃度 隨著氧濃度的調整 CR5會幫你自動換算 MOD最大深度 再來是氧分腰數值 在此我們內建是1.4 這邊還是要提醒各位潛水員 要量力而為 身體不是千萬不要勉強 氣體設定完後 你可以在下方看到保守度選單 可以依照你的個人習慣或身體狀況 選擇保守度等級 在此選擇一般就可以了 所有的運動都有風險 潛水也不例外 你只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以及具備安全的潛水觀念 才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 很多人會詢問 關於CR5的保守度設定值是如何計算的 而我們Chris的老闆 Braid 他對減壓理論跟潛水相關知識都有研究喔 之後我們也會推出相關的教程影片 想知道的話請訂閱起來 再來是設定的水費申報 CR5會根據你設定的下潛深度 來提醒你是否超過該設定值 如果你是剛拿到OW政道的新手們 就可以在這邊設定18米 提醒你不要超過該深度 接著下面的水費指標 就是在水底下幫你設鬧鐘 你可以選擇開啟或者是關閉 但如果今天你只能前40分鐘 只好還要趕去上課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開啟它 並設定CR5要在多久後提醒你該上岸囉 接著是選項率設定 在這裡你可以設置CR5每隔多久 幫你記錄一次當前的數據 而CR5內建的是10秒 為的就是讓你的數據更加的精確 你也可以不用擔心 高頻率的記錄會不會讓你的記憶體不足 我們的CR5可以儲存超過1000筆的潛水記錄 最後的選單是記錄結束設定 這裡的記錄結束設定 使得是你回到水面上後 CR5會多久幫你結束潛水數據 但如果你今天是個教練 只想在水面停留片刻帶其他學員往下潛 你就可以在這裡延長記錄時間 確保潛水數據會繼續 設定好後按下返回鍵 回到水費潛水水面預覽頁面 你可以在這邊確認 剛剛的數值有沒有設定正確 其他潛水通用設定 可以回到主目錄的設定 再進入潛水設定 這裡出現的水費潛水設定 與我們剛剛直接在水費潛水模式裡的上方向鍵快速設定是一樣的 自由潛水設定 我們下一集再來介紹 接著往下可以看到入水啟動 只要你下水並且啟動CR5的壓力感應 手錶就會自動開始計算你的潛水 你可以在這裡設定你的預設潛水模式 可以設定為水費潛水、自由潛水或是儀表潛水 而且你也可以設定你要的啟動深度 例如你常常玩下最夯的SUP 但這種不小心落海的時候 你就可以調整入水啟動的感應深度 調高至下潛三米才自動進入自潛模式 這樣就不會在你玩水時不小心啟動潛水模式 入水啟動可以設定你最常從事的潛水類型 但如果今天想換種方式潛水 記得在下水前進入該潛水模式 才不會潛錯水 接下來是研渡設定 依照你要潛水的水域選擇海水或淡水 若是要帶著CR5前呼吸 請在此設定做調整 再來是轉手翻頁功能 小便在這邊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打開它 在水下超級方便的 只要透過轉手的姿勢 就能輕鬆的查看不同頁面資訊 如果在水下還用兩隻手操作也太麻煩了吧 最後是組織重置 注意注意千萬不要隨意使用此功能 你必須非常了解解壓理論 以及體內魚蛋的意義 否則你使用組織重置後 絕對會影響你的解壓計算 甚至讓你的潛水病風險提高 除非你是要將這支CR5 借給其他潛水員使用 或者是你的朋友使用完還以後 一定要保證在這72小時之內 沒有從事任何的潛水活動 因為一旦你安下了組織重置 你之前所有的潛水組織計算都會歸零 也就是你體內 一旦的紀錄都會被清光光 小編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每一次的潛水 務必要檢查你的潛水表 你要水費潛水 就要在下水前進入水費模式 你要自由潛水 就要進入自潛模式 你這樣才是潛水裡的模範聲 CN的CR5水費潛水模式介紹就到這邊啦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請訂閱我們 大家再見